18275号李先生66岁 沈阳人李毅有助房企业 推销女儿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李军 今年66岁 我的性格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那就是沉稳细心爽朗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无论什么事我都能给你安排好 我的人生理念是 要么不干 要干就干得最好 我的生活很规律 每天早上吃完饭 我都会去公园散步 人心方寸间 我才能静静地回味人生百态 我每天除了散步 最大的爱好就是养鸽子 这都是我养的鸽子 都是赛西鸽 他们给我退休生活 带来了快乐 同时也给我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财富 我觉得66岁这个年纪正好 不会为生活烦恼 不会为房子奔波 儿孙要期竞享天伦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最好的时光 就差一个你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这小鸽子真是 二百说是二百有数 这一看就还是挺多的 大眼一律三眼 就是讲究眼 最急切的事是养鸽子 还是找对象 找对象 养鸽子养好了 也可能找来对象 能创创走 另外一个大哥这个好的心态 也和这个天天放鸽子有关系 对对 心情有关系 因为人的心情 一方面是面朝大海 另外一方面是头顶蓝天 所以他天天看着蓝天白云 一定心情好的 对 来吧 咱听听密诗女嘉宾啊 喜不喜欢我们这位凤子大王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看男孩的嘉宾挺年轻的 像三岁似的 你听他那声你觉得他多大岁数 五十六十岁吧 五六十只减吗 我周岁五十二周岁 那个麦克风那声就变 他比十几年龄要老点 你说声听着比十几年龄老点 你养鸽子一年能挣多钱呢 这不能弄铁钻嘛 那出鸽子 一月一月一千多块钱 那也不咋多 那不咋多还得努力呢 不努力的一还得赔钱呢 鸽子先下蛋还是先包咋啊 先下蛋 包蛋 完除咋 对啊 鸽蛋 那鸽子自己想给包咋啊 扶咋啊 还是你给扶咋啊 鸽子自己管理 我不管喂食 总组员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二号嘉宾 我请问你 你养鸽子那么多 是不是影响左右邻居啊 不影响 你家中有没有那个味道啊 不好的味道 没有 房杆是大的味道 得熟着 这样也得熟着 天天得熟着 家里有点男人 这个男人的身上味道也会存在 但是我们没有 对 没有闻到 但是我们没有 就是 我